而封冰箱港口称生态艺术村这块土地不仅滋养出在地艺术特色 也记录着部落土地和政府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 现在部落结合林管处共同营造在地里川生态产业 东管处更以南都兰北港口推广部落观光产业再创和解共生 2020年封冰箱港口石堤坪部落祖先的土地陆续翻转土地正义后 重返农耕生产的部落族人 更在土地上种下艺术 透过艺术创作记录述说这块土地的故事之外 现在也和林管处牵起勇一只手 在农田实地上创造里川生态产业 增加部落农产附加价值 甚至有里可以带动深川海的结合 那这我觉得这是艺术村成立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那我希望未来我们在工部门能够跟在地 能够真的实际发展 所以为什么民务局希望在这边能够扎根 是希望把这个地址能保存下来 那这个艺术村可能未来也是我们可以一起结合发展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理想把付诸之行 让它实现真的是一个国土绿网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而最初观光局东莞处与马国达埃部落土地的纠结 从冲突到和解 最后尊重也重视部落土地正义的重要性后 现在跟携手合作 打造东海岸不一样的人文历史生活艺术景观 东莞处更是全力相挺 那我们也很高兴港口其实是我们整个东海岸在花莲地段 艺术家汇集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那甚至包括在都南很多艺术家也是从港口那边过去去做创作的 那所以我们相信这块土地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人才的汇聚 相信是在土地的一个力量所呈现出来 那这些部落主人生活在这块 每一个土地看着海洋看着我们的海岸山脉 它就有无限的灵感 然后由这个土地孕育出来就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 跟它的这个能量都产生出来 观光局东莞处管辖的封冰箱石梯屏风景区 也是港口王国大爱阿美族人传统部落的土地领域 双方从互相打架到现在牵手共舞 共存共荣 努力地在这块土地上各自发展 长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生命 记得石玉兰封冰采访报道